有的人学中文是从拼音或者口语开始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有严重的发音问题 特别是声调问题 你好,我是你的中文教练老魏 今天我们会用到一些之前学过的中文词语 我们先把这些词复习一遍 手 脚 背 腿 手指 手指 上面 上面 下面 下面 嘴巴 嘴巴 白色 白色 黑色 黑色 现在我们来学新课 现在阶段 你只能通过耳朵来学中文 所以在课堂中我们不会给出字母和翻译 你需要通过我的动作和图片来猜 老魏 老魏说的是什么 老魏说的是什么 手 背 手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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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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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背 脚背 手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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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 指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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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趾 脚趾 脚趾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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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腿 小腿 小腿 大腿 小腿 大眼睛 小眼睛 大手 小手 大耳朵 小耳朵 上面 下面 前面 后面 前面 后面 他 在前面 他 在后面 他在前面 他在后面 他在前面 他在后面 他在上面 他在下面 他在前面 他在后面 手 张开 手 张开 嘴巴 张开 嘴巴张开 腿 腿 腿张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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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开 水 水 水 喝水 我 我喝水 我喝水 他在喝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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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膝盖 膝盖 鼻子 手指 他的膝盖 流血了 他的膝盖 流血了 他的膝盖 流血了 他的鼻子 流血了 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 流血了 他的手指 流血了 他的手指 流血了 他的手指 流血了 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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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色 黑色 红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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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今天学的东西比之前更难 你一定要像中国人一样学中文 知道句子大概的意思就够了 不要试图去理解每一个你听到的词 更不要去翻译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遍 手背 手背 脚背 脚背 大 小 大 小 指甲 指甲 前面 后面 前 后 血 血 手张开 手 张开 他在喝水 红色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在图片中选择你听到的 在给出答案之前 在给出答案之前 扭两秒钟时间做出反应 小腿 小腿 后面 手儿次可以把腿的手维上的带到位置 手背 手背 指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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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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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背 足背 下面,下面,后面,后面,前面,前面,上面,上面,他在喝水,他在喝水, 脚趾流血了,脚趾流血了,白色,白色,红色,红色,好,练习结束,我们现在阶段是听力训练,是学习中文的第一步,有的人学中文是从拼音或者口语开始的,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有严重的发音问题,特别是声调问题,有很多中文学习者花费几年时间练习发音,但是仍然不能正确地使用声调,导致别人很难听懂他们说的中文, 但是两三岁的中国小孩在学中文的时候,他们的发音错误很少,不需要重复地去练习发音,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中国孩子会用错声调, 同样作为初学者,为什么中国的孩子能轻松掌握中文的发音,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,中国小孩在开始说话之前已经听了很多中文, 小孩在两岁左右开始说话,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听了两年的中文,所以在初学阶段大量的听中文真的特别重要,那我们要听多少才够呢? 我们下几课再讲,下面是作业安排,第一,重复看这个视频,第二,看本课的作业视频,试着在对话中听出今天学的中文词,没有人可以在课堂中学会一门语言,语言它是练习的结果,所以一定要用我们的作业视频去练习, 如果你喜欢老魏的视频,请点赞,如果有任何问题,欢迎评论区告诉老魏,关注中文道,用中国的方式不痛学会中文,下节课,再见